Hello 大家好 第一件事情,請忽略這個東西 這個是我在做頭髮造型的 然後我出門以前才會把它拿掉,好吧?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Yeah, today is another vlog and I'm very excited 今天我要去台北 那我要去台北幹嘛呢? 幹嘛 is another version of saying 做什麼 but it's like more casual and local way to say 我要去台北看我一個影片課的學生 對,那這位學生呢 他從以前到現在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所以我非常感謝他跟他的太太 因為他的太太也很支持我 好,所以呢 非常的興奮 有點小緊張 我這個人呢,其實是非常害羞的 看不出來吧? 對,好 那我們就出發吧 告訴你們一個台北捷運的禁忌 搭手扶梯的時候 不要搭手扶梯 不要站在左邊 左邊是給趕時間的人走的 If you stand on the left side you might get a bombastic side eye criminal offensive side eye 別的城市不一定 但是在台北最好遵守這個不沉穩的規定 我們約在東門捷運站的鼎泰峰 我已經到了 結果我走錯了 不是那一家 那個他們告訴我 就是現在鼎泰峰在東門站有兩家 然後我去的是只有外帶的 所以現在我要去另外一家 奇怪 我以前去剛剛那一家的時候 他是有內用耶 我應該是太久沒來台北了 好的 有並在 있으了 真的 有經過 吃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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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 等一下會不會不清楚 結束了 我剛剛已經跟我的學生還有他的太太吃完飯了 然後很開心就是看到他們 然後現在呢 我來到這叫做善島寺 善...善島寺 這邊有一家我以前住台北的時候很喜歡的甜點店 叫做木白甜點店 然後我想要去那邊喝一下咖啡 跟買他們的甜點 OK? Let's go 那今天呢是9月9號 其實是我媽媽的生日 然後呢 我跟這家甜點店訂了一些蛋糕 不是蛋糕 糖 抹茶檸檬糖 然後我現在要去拿 那到了 看到了 應該是小小的一家店 在... 這裡 這個... 木白 好吧 就進去吧 就進去吧 那呢... 就是... 因為現在都沒有位子 所以我要等一下 然後我的前面還有兩組人 嗯?兩組嗎? 對... 就等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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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Stay a minute another minute Or don't a second Love this moment Yeah Stay a minute another minute Or don't a second Love this moment 來了 這個 就是檸檬跟抹茶 超香的耶 我要等我的咖啡來再一起吃 家店看起來 是這樣小小的 哇這個卡布也 Capsino卡布 我們都說卡布 也太厲害了吧 它的泡沫非常細 然後 你看厚厚的 這個 粉 超漂亮的耶 是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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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完了 那我觉得 这间甜点店的 那个甜点 就是我刚刚吃的那个 对我来说 就是非常有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住在台北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就是我的工作都很不顺利 就是我换过很多工作 然后都不喜欢 然后没有成就感 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 好像很没用这样子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心情很不好 然后我就记得我来到这家甜点店吃这个抹茶柠檬糖 我就觉得哇 就是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 现在又回到这里 觉得特别有意义 对啊 如果你现在还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请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尝试 人生就是要多尝试 才会找到自己的热情 你不是没有用 只是还没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 相信我 等你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以后 你会变得像超人一样 所以加油 事情会好起来的 我是过来人 拿到外带了 那我现在呢 就要去捷运站 然后搭捷运回家 把这个惊喜 surprise给我的妈妈 好那今天除了跟我的学生见面很开心以外 我也超高兴就是他觉得 Easy Peasy Taiwanese Mandarin is Super Useful 他说他找了很多中文的线上课程 可是几乎所有的线上课程都是比较中国那边的 like maybe the accent the vocabulary 对都是中国的 所以当他们找到我的这个 Easy Peasy Taiwanese Mandarin的时候呢 非常兴奋 因为 this is a focus on Taiwanese style Mandarin 那他说他最喜欢的部分是 他觉得我除了有教正式的用法 以外 我也教他们台湾人平常是怎么说话的 this is super important because I think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like formal Chinese like textbook style Chinese versus like day-to-day speaking Chinese and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with Taiwanese people it's super important to know like the casual way to speak 对所以 他觉得这个部分非常有用 那我也觉得太开心了 我知道 就是 我做的课程有用 那我就更有动力 去做更多这方面的内容 yeah so I'm super happy so I have arrived in 新竹 and yeah I had such a good day if you guys want to learn authentic Taiwanese Mandarin with me definitely check out my description box Easy Peasy Taiwanese Mandarin you can also join my free mini course in the description box too yeah so I will see you in next episode bye bye